其實任何市民主席 想做更多的國家 想做更多的項目 所以你計劃要選擇 2020年嗎 刻意跳過全台媒體 借外媒之首宣布聘連任 但蔡總統才說出口不到一天 慘被民調打臉 網路媒體調查 2020總統大選 如果是韓蔡柯對戰組合 韓國瑜支持度高達3成8 柯文哲有3成排第二 蔡英文最慘不到2成民眾相挺 而高雄市民有4成支持韓國瑜 參選2020 這份對戰數據和平面媒體民調差不多 韓國瑜一路領先高達3成5 蔡英文只有2成2 韓國瑜碾壓蔡英文13個百分點 就算民進黨派賴清德出征 韓國瑜仍大贏賴清德跟柯文哲 應該先民調一下 哪一位問頂總統大會的身體最差 先做一個民調看看 當然我的身體最差 燒瞎了還是很幽默 雖然總統問題 韓國瑜四兩撥千金 只是賣菜狼不出來的話 柯文哲一面最大 不管是柯菜豬 柯菜王 白色力量都會藍綠通殺 數字顯露 2020蔡英文最強勁敵 就是韓國瑜 沒掉是死的 人心是國的 那我們從來也不缺被人打壓 好 那我們就要以強烈的意識力 來克服我們種種的難怪 蔡英文酸溜溜 民調看不到韓國瑜車尾燈 難怪請府院黨之力全面圍毆 韓國瑜 記者許立鴻 少日銘 台北高雄報導